今天眼前這位歌手 我打算一開始就叫你冬冬有點不好意思 叫你阿冬我又不習慣 接著他就說了名字 我又不好意思說 有陳曉冬 你好啊 好 沒見 其實很渴望快點回來香港見一下觀眾的樂迷 我想錄影廣東歌很久了 其實我回來香港之前 我推了三首國語歌 不過沒有廣東版的 因為現在我自己製作一些歌 每次都想做一些有新鮮感的東西 為什麼無緣無故在這個時間決定回來香港 因為事緣就是這樣的 之前就是吳仲恆去了音樂會 那時候請過 想叫我回來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有其他工作安排了 回來旁邊有很長的時間 所以暫停不了 那時候就錯過了 然後有一次電視的轉播 做一個連線我唱《愛你多利》 原來《愛你多利》這首歌是Harry 第一次寫歌 給藝人還可以出來 大家挺喜歡的 因為這一次這樣連線 好像聽到大家的評論幾好 因為其實唱法有點不同 我覺得是有進步 有進步 我認同 十分 近來他經常想起我 寫了一首新歌 他主動寫給你嗎 是想著我寫的 抱歉 想著你來寫的 他寫了一首新歌 想著你寫的 我有誠意打動你回來 是很棒 他想找一個合適的機會 再唱《愛你多利》 或者一起合作 有了這首《借總年紀》 他的演示有一句 有自己的字 是一樣的 然後珍開兩眼便活到 借總年紀 咦 我聽到 借總年紀 什麼年紀 有點個人 這種話題 這種就是哪種 當然是我的種 我這種也好 像你的小朋友 和你的小朋友 其實是那種 其實他沒有哪一種年紀 人在不同階段 一定有不同階段的一種體會 對於人生 對於自己的 種種經歷的一種見解 那當時你怎麼跟陳明謙 去談那個哭出來 沒有啊 因為他只有四個年紀 四個字 因為我聽歌 因為我幫自己選歌 我都會希望選到一些 有Point的歌 我現在真的 你自己做歌很貴 嗯 沒錯 我說明 選歌當然會選一些 覺得是有Point的 嗯 你知道受眾 他一定會覺得 嗯 有Point 他們才會 有些共鳴 我想像是這樣 是 嗯 所以我聽Demo的時候 我都會在這裡說 嗯 這首歌本身的Merody 那個Feel是怎樣 嗯 對了 對不對我先 然後我就會聽一下 他那個 他寫的原意 因為作曲人 他寫的Demo歌詞也好 嗯 都是這首歌的Message 那個原意 嗯 我就在裡面去聽他的字 嗯 啊 找到一個這個 這個項目好像 都OK 嗯 我就輕輕跟他說 其實我沒有所謂的 嗯 你寫愛情也可以 嗯 甚至乎 寫一種 拿一件物件來形容一件事 我都OK 嗯 我說其實在中年的這個 都或者可以 有一個發揮的 嗯 未必一定要寫 很澄澄澄澄的那些歌 嗯 沒想到他這麼贊成 是 但是當時 就是 他都贊成了 跟阿謙說 哦 然後就已經有這份詞出來了 是啊 好啊好啊 那就寫了一份詞出來了 是 是 那我就除了一些 其中有少少的 少少的 revised 嗯 基本上就是阿謙寫的那份詞 現在這個 那你revised了些什麼 你剛剛所說 就是他有份詞的了 回來了 改了些少少的東西 有些詞 因為我不想整份歌詞 下來 全部都是一些 太無奈的 嗯 我不想整首歌的感覺 下來 好像是 哦已經有了某一個答案了 嗯 人生已經有某一種累積了 嗯 所以我就要 什麼都無所謂 嗯 什麼都有得過去 嗯 什麼都讓它變成一個幻覺 嗯 我不想的 嗯 我覺得 我仍然是 我這個人仍然是 可以因為 就是因為經過了很多的事情 是 而更加呢 我是有一種 成長 是 而那種成長就是 我怎樣去調整我自己 是一個樂觀的 是 心態 是 就算是 怎樣都可以 我仍然是很爭取的 嗯 我記得上當時 當時 你仍然都是很硬頸 你仍然都很硬頸 是 就算是以前到現在 入行的時候 到現在 這是原本家 哈哈 改不了的已經變成性格 因為 如果說回 改到的就 改 有些什麼是不可以妥協的呢 譬如我小朋友 一定要有禮貌 哦 一定要講禮貌 對 前幾天就說 準備開學 叫我跟他請假 嗯 這些就不可以了 為什麼要請假 對不起 因為不想拍我 好明白 醫醫好明白 然後抱著奶奶 哦 奶奶幫我請假 我說不能啊 不可以請假 所以我已經有了 是 有些什麼不可以呢 就是他上一次 蕭邦兒童大賽 第一次拿了金獎 哦 兩個都拿了金獎 然後回來 他覺得很容易 是 我說你這個勝利呢 不是奉子的 是 我說你越來越大 那些小朋友呢 那些水準越來越高 嗯 就是好像演奏家 那樣 不聽了 然後一會兒又說他太緊張了 一會兒又顧著在那裡笑 然後開始在那裡輕敵 哦 我回去Feed了他一頓 哎呀 是啊 我是會 什麼 是啊 我不可以 不尊重自己的表演 嗯 你一定要醒醒定定 和我 面對這個 這個比賽 嚴厲的爸爸來的 原來你是 是啊 但是只要他認真 是 他永遠如果彈完之後 他第一個就會 找人群中我在那裡 哦 看我什麼反應 但是我永遠都是 哈哈哈哈 沒有支持 因為在那一刻 雖然回到家 再嚴厲他 是啊 但是那一刻我覺得 小朋友需要鼓勵 是 沒錯 好啊 好 接著先下台 大爹剛剛你彈錯了三個音樂 喂呀 哈哈 下次你就要注意 我仍然是那個 仍然是那條線 是 不可以衝破 下次你就要注意這個 但是呢 我就會知道 在這段時間 他需要support 嗯 所以在原則性的東西上 是 我就不可以 當時錄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很舒服 很快地已經錄完這首歌 很快 除了那個verse 一開始 你我追 來又去 這首歌 這首歌 吳Sir是想我唱得很短的 沒有任何拖音 哦 然後我追 來又去 這首歌 哈哈 沒有尾音 是啊 這些我是 因為以前我的尾音比較長 是 他想說話多些 那我很贊成 嗯 所以試了很多條 不同的表情 是 是的 如果細心聽 門外有樹已長高 他唱的設計 是有少少少 未必有一條 那麼on beat 嗯 但要有那個 歌詞的感覺 是 但一到副歌 我還想 你這個處理方法 我喜歡 很好聽 嗯 嗯 是很好聽 這首歌真的處理得 呃 點點 驚喜 嗯 嗯 你的驚喜這樣唱好 嗯 因為我是 是 好像很有驚喜 好像很喜 好像很開心 好像很開心 其實要你輕輕一點 是 我到最後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這次真的再錄了這個廣東歌 即是隔了很久 你有沒有覺得那些感覺回來了 嗯 有啊 有啊 其實當初有一個中段的時期 嗯 我覺得是我的唱腔有少許改變的 嗯 譬如下這個 水瓶座 哦 水瓶座 水瓶座的時候 他 他知道什麼 就有多一些我的氣聲 唱完了 繼續 多一些我的氣聲 那但是 其實那段時間 之前都有很多種不同的嘗試 的歌 所以我才認識跟伍Sir開直播的時候 去模仿別人 即有些歌是譬如鄭忠基那些 冰冰冷冷 有些歌手的技術就把那些位置放在很前 但是呢 去到某個階段你就發覺 可能我都可以這樣唱歌 但是這樣唱歌 那樣東西未必在我身上是活動的 嗯 那你才知道 哦 原來大家都喜歡我理督你那種唱法 是 大家都喜歡感覺瞬間 我這樣唱 是 所以我就知道我 咦 可能我的氣聲開始活動 嗯 是 大家會容易跟我relate到的 是 是 那在那個時候就慢慢找到自己的聲音 嗯 然後後來就有多些假音 嗯 漸漸漸漸漸 就是可能又 又過了一段時間 就會剪掉尾音 是 不過今次這一首的 就是那種年紀我真的很喜歡 真的有一種 我覺得是有一種感覺 而這種感覺是 如果你一直聽尾音的時候 你覺得那種感覺就是正 即是聽到我的聲音 即是真實的聲音 即是不覺得我是用了別人的聲音來唱一首歌 你說得很適合 你形容得很好 我都形容不了 今天謝謝你所做的 現在切到尾音都沒有了 是呀 期待你下次再來 告訴你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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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